我称为家庭集 所以母亲节的时候 我讲母亲 父亲节的时候 我讲父亲 今天我就要讲夫妻 那听见 我这里有很多夫妻 夫妻啊 很多夫妻 有没有想想过 有哪一对夫妻啊 一结婚过后 就浪漫到底 没有意思是什么 每一天都看你的太太 这么美 每一天都看你丈夫 这么明镜 有没有 有吗 但是我们通常呢 是受着那个media 受着故事啊 影片的影响 男呢 通常有一个理想 结婚过后呢 我们就希望结婚的第一件 心胸胸的睡醒起来 有一个女人在你的脸 脸旁那边 kiss啊 老天 醒了 一打开眼睛 啊 热水已经弄好了 拖鞋已经弄好了 嘴进 走进厕所 踏进水 哇 刚刚好 那个热度 一打开你的那个 那个浴室的门呢 哇 你的西装 已经弄好了 鞋子都弄好 像下面的时候 看到整个桌子都是早餐 报纸放在那边 然后有一个女人称 老公请吃 吃了过后呢 吃饱了 然后走以后 老婆又kiss一下 再见 然后又在窗口 从今后面又在窗口这样子 这个是作戏 不可能发生了 ok 对不对 这个男人的想法很想有这种情况 我告诉你 这个是作戏 不可能的 那对我姐妹 很多时候我们的脑袋里面 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的思想里面 都存着一切实 不切实的情况在我们里面 那圣经有什么教导 在圣经里面就教导你一个真正完全的爱 什么是爱 夫妻里面怎样生活 如果你还没有结婚 你更要学 因为你将来要面对 如果你结婚 更要学 你现在在面对 如果你结婚很久的更要学 因为你要学怎么样解决 明白吗 里哥运多前书第十三章三十八节 里哥运多前书第十三章三十八节 1 Corinthians 13 verse 3 to 8 来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段经文 找到了吗 1 Corinthians 13 verse 3 to 8 13章三十八节 这段经文来讲到爱的真理 在圣经里面 所教导真正的爱 如何表达真爱 我们来看啊 保罗说 圣经说 我若将所有的中级穷人 又舍己身叫人焚烧 却没有爱 仍然比我不义 爱是恒久忍耐 又有恩 爱是不嫉妒 爱是不知夸 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 人的恶 不喜欢 不义 只喜欢 真理 凡是包容 凡是相信 凡是叛乱 凡是忍耐 爱是 永不止息 先知讲道 只能终必归一 无有 说方言 只能终必停止 知识 也终必归一 无有 只有爱 永不仔细 又祷告 欢迎 我今天早上 我带领你的儿女们来经历你的爱 也学习怎么样 去爱我们的家 去以爱来经历我们的婚宴 你帮助我们 因为你是爱的源头 你是完全的爱 求你教导我们 什么是爱 谢谢全祷告 奉耶稣基督得是名求 阿们 那弟兄姐妹 这段经文里面就告诉我们如何很实际的来表现 或者来真正的来做出爱 使我们婚姻的关系 婚姻的生活而改变 那弟兄姐妹 你注意在这个几个真理里面呢 今天我只讲三个 大家说忍耐 恩质 不妒忌 接下来的讲道 我都会讲这一些 那究竟我们一起来学习 你要相信这件事情 中期生活 不是一天就能够成为一个好的妻子 或者好太太 你需要学习 阿们 你可以闭一肩帮来告诉他们 你需要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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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一个人天生的好太太 没有一个天生好丈夫的 阿们 我们来看 我们第一个要学习的 在真爱 完全的爱里面有什么 应该是什么 看 爱是很久忍耐 大家说爱是有忍耐的 爱是有忍耐的 那你这边的丈夫和妻子 这样说爱是有忍耐的 爱是有忍耐的 罗马书第五章 二十四节会说 我们又记得他因 幸迹复现在所占的恩典中 并且欢欢喜喜 盼望神的荣耀 不但如此 就是在患难中 也是欢欢喜喜 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恋 老恋生盼望 对不起妹 这段经文里面很奇妙的表达 什么是忍耐 那这里说忍耐怎么样产生呢 就是从患难产生的 有幻难的时候你的忍耐 这个个性 这个性格才能够产生 对不对 然后刚才我看段经文 就用过签书三章 那边说什么是爱 爱是很久忍耐 意思说老早圣经已经告诉你了 你要表达爱的时候 那个爱是怎么样的 就是要忍耐 所以圣经里面告诉你们一个健全的爱 真实的爱 实际的爱 那个叫完全的爱 那忍耐姐妹 社会都告诉你说 爱是浪漫的 最好Titanic的船不要沉 整天半抱在那边 就抱游泳远远 可以可以吗 哇 那个Titanic的两个男女 就要跳着又这样 还这样跳下去 就成天底就死了 所以觉得浪漫 我爱是这样子的 那各位姐妹 想想看 如果他没有跳下去 这只船被救了 这个人结婚了 结果这个人生了三个孩子 女的变胖了 男的不男跑出来的 那个时候还有没有浪漫 他没有坐下去 他只坐了一点点而已 你看 那各位姐妹 圣经告诉我们一个真实的爱 是从哪里来的 从万难来的 所以你一结婚那一刻 你就准备了啦 你一定应该有一个心理准备 知道什么是爱 原来爱是痛苦的 爱是从困难生出来的 当你在困难冲突 当你在磨擦 在心苦的时候 你的忍耐 产生出来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你爱对方 或者说对方爱你 这个叫真爱 那各位姐妹 今天夫妻生活 婚姻生活 已经很难找到这种情况了 去研究 有七十八仙的婚姻 不能超过十年 这很可怕 也就是说 below 十年的更多 明白吗 对不对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人不再忍耐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一个人 都带着一个婚姻的童景 这个童景的时候呢 就是我娶的这个老婆 这个老婆就好像 我心中那个白血公主 或者是那个白马王子的情况 的那种幻想之内的婚姻 所以人开始得不到他的期望的时候呢 就开始对这个婚姻失去了保障的信心 因此离婚力就增长了 那各位姐妹 真正的爱是什么 真正的爱是从患难而生的 就是忍耐 那这里说患难 生了忍耐 一说你要准备 如果你爱对方的时候 你就要受对方的苦 就这样子爱 所以你的老婆 你老婆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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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做了一个研究 为什么男人很辛苦 每一次回家 每个晚上回家 一个人在一天的说话 一生的说话 大概有十千计 10,000文字 男的从早上出去的时候 到晚上他已经讲完了 他的十千计划 但是一回到家 他的太太 他的十千计划才开始要讲 所以说 哇 她忍耐了 但是你的忍耐 就是你的爱 Amena 所以这里是说 万耐生忍耐 难咯 忍耐生什么 老念 你能够忍耐到那个程度 变成你的习惯 知道了 知道了 OK 知道了 老念 到那个程度 老念 刀枪不弱 你成功了 你已经爱对方 你已经把对 你爱给对方 就觉得我真的看过这样子的东西 我真的很漂亮 我小的时候 头脚路有一个地方 就趁我来后面 我妈妈有一个朋友 常常看 这两个夫妻 很胖 真的很胖 然后呢 男的呢 战处就很喜欢喝酒 这任天喝酒也有点 喝酒就他们两个就吵架打架 甚至打到 严肿那种的 你知道吗 不过打得严肿 等一下是晚上 你就看到他们两个 坐在那里 就吃饭 就简单 他们香话是这样子的 因为他房间小的 那个是匹谁呢 那个匹谁呢 那是集合家房客来 然后就很多 很多房间的 没有房间的 就是进去里面有个小房间 然后厅啊这样子 OK 他们香话不能在里面的太小 他们香话是他跑去 会被香话的 那每个就这样子 我 然后就这样子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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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一走自己 这样子的 就这样子了 OK 每一次 我喊喊 每一次回来有点吃饭 这样子 但是有一次我记得 闹着队中了 那个导意的 他打着 那时他们医生没有离开 而且他的丈夫死了 他丈夫死了那一刻 他太太哭了 他会说 他会说快离归啦 又有人跟他上 又有人跟他上 不习惯 这个就是老练 老练 那兄姐妹 这里说的老练 就生出什么 盼望 原来盼望是一个制服 如果一个家有忍耐 表现出爱 爱的结果就是老练 老练就生出一种的制服 就是盼望 就是盼望在你的生命里面 你的婚姻生活 就可以长久幸福快乐 而且能够真的是美满 很奇妙的 老练姐妹原来上帝教导的爱 是这样子的 不是Titanic的爱 上帝说的爱 当你爱这个人的时候 你就准备受他的苦才是爱 你就准备要面对苦才是爱 当你看到段经文的时候 你知道原来爱 不是我们想象那么简单 除非你做准备 夫妻 男女朋友 现在他是假的 结婚后 你那才是真的 很多人 夫妻接婚后 为什么他这样子的 他本来是这样子的 只是你没有看到而已 为什么 有钱吗 对不对 对不对 还有没有看到 头台脖子装着最美 最英俊的 假话少生 吃东西那头面 对吗 一 举进来 嫁进来 脚不要 什么会出来的 这是 现实 所以准备结婚的那一刻开始 我们就要学习 准备 忍受 忍耐我们的老婆 我们的丈夫的 这个叫爱 当你忍耐 生了老年变成一个习惯 你的婚姻就有盼望 你的婚姻就开始蒙足了 长久了 就是这个意思 什么是忍耐 忍耐 忍耐 他们一个臂肩膀这样 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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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第二 爱是什么 大家说爱是显出恩资 爱是显出恩资 以夫所书Efficient 第四章第三十二节 以夫所书第四章三十二节 这里说 必要与恩资相待 准怜缅的心 彼此饶恕 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我们一样 这里说的恩资是什么呢 很难懂 原来恩资就是 神与我们的公关系 神与我们的公关系是什么 是无条件的爱你 对吧 没有条件的 对不对 所以你当你选择配偶的时候 今天开始你要转移你的方向 就是你要无条件来爱他 没有条件 当一个夫妻对夫妻开始有一点的条件的时候 比如他的条件就是身材 糟糕了 开始出问题了 他的条件是金钱 他就开始出问题了 他的条件是被要求就开始出问题了 他的条件或者对友所求 那个就开始出了问题了 那第二点 什么是夫妻呢 夫妻原来是要以恩资来相待 这是完全的爱 真正的爱 什么是恩资来相待 就是上帝跟我们的关系就是无条件的饶恕 无条件的来爱 他那时候夫妻有没有吵架 有 有 我也吵架 用这种 不要用整个眼神看我 我也是人 你也是人 夫妻如果遇到冲突 对错不太重要了 阿们 他的时候不是对错的问题了 是爱一个问题 当你爱一个人那时候 对我姐妹 爱人遮掩一切的罪 对错不太重要 所以 他那时候我们只争求那个对和错 再去弄 他那时候我过他再想一下 最后还是 我还是感念那个答案 但是没有办法 我还得接受 因为我爱他 阿们 他爱我 我也有我 他有不兼职的地方 但是到最后他还是爱我 原因那个对错不再是最重要 而是爱爱他 如果你爱他的话 你就无条件的 来 接纳他 无条件的来 为他舍己 这个叫恩慈 对他施恩 对他慈爱 这个叫恩慈 这个就是真正完全的爱 各位姐妹 从一开始我告诉你 谁对谁错 不是问题 相罢就相罢 相罢过也不必说对谁谁错 就继续的爱下去 你的生命就改变 婚姻就改变 这个就是真正的爱 阿们吧 来看他们一个笔记 把人家告诉他 真爱是恩 真爱是恩 最后 爱是不嫉妒 爱是不嫉妒 这是古中的什么 小烂 什么意思啊 原来你心中有嫉妒 就是一种virus 一直清晰你的婚姻生活 一直在破坏你的婚姻生活 使你的婚姻生活越来越进入黑暗里面 我认识我夫妻有没有妒忌啊 有吗 有 男的常常的妒忌 你在做命 我已经躲出多重啊 不要再看脱了 我一直在外面 面对压力啊什么东西啊 我一直在 什么都没有做在家里 我又离开眼光里面 是照顾孩子多么轻松 还要吵啊 有没有 对吧 这样子的嘛 你的妒忌是什么 你知道我多辛苦 我整家的衣服给我洗 我要教孩子 又说孩子的歌 又说孩子的气 要煮妒忌给你吃 整个家里的家务 多么压力 回来你还要吵啊 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 你妒忌他 觉得他很好 你很不好 他也妒忌你 觉得你很好 他不好 那对我姐妹 这个是很大的问题 这个就好像 virus 进入你的婚宴 使你朽然 那对我姐妹 真正的爱什么 不妒忌 不妒忌 总之你知道 她的痛苦 你感受她的痛苦 她感受你的痛苦 尝试去感受 去分享 那对我姐妹 夫妻的关系 一定要彼此可以敞台分享 不论你多痛多难在外面 你可以向你的妻子分享 你的丈夫分享 那通常丈夫呢 有一个问题 觉得说妻子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呢 她哪里懂 其实妻子是我们生命里面最好的医治 很多东西你都不可以跟人家谈 但是你可以跟你的妻子谈 如果你是一个聪明的妻子的话 应该打开你的耳朵去听 虽然你不懂 虽然你不能解决她的问题 虽然你不能解决她的问题 但是你的耳朵 却能够改变她的生命 却能够给她的力量继续走下去 阿们 很多夫妻就是不能分享 肚吞 明白吗 肚吞 吞了是冬白是冬的 才能扶持严定 香港有一对的夫妻 很好的夫妻 不过他们有一个情况 就是个人有个人的乌口 个人有乌口 丈夫就生命失败 但是不告诉她的太太 怕她太太担心 她的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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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 有一天呢 整叠的那个姓 来到家门口 有丈夫的姓文 她的妻子呢 她的妻子呢 就没有好好看她的名字是谁的 就开始要开姓的时候呢 被她的丈夫突然间 这样子闪过看见 她要拿她的姓文来看 她丈夫只是 她太太只是无意中 要开一个姓来看 不知道是她丈夫的 她这样很粗鲁的 想她的姓文 来 为什么你看我的东西 哇这个糟糕 太太就问 为什么不可以看 我都不是故意的 我不知道是你的 你看很多东西要跟人家讲的吗 这是我的东西来的吗 为什么不可以看 你告诉我 告诉我 到底什么东西 告诉我 没有什么逼命 你也瞒着我 你问那个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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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了 我真的才知道 你问那个女人 我讲一个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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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他就在干了 他太太一气指甲 就跑去穿过 又跳下 跳下路 去为她丈夫抓住她 结果安静下来的时候 原来那个 statement 签了好多钱 她的丈夫 怕她的太太担心 不给她看 差一点酿成悲剂 为什么 没有沟通 不能分享 她的分享 ERROR 那对不起 今天夫妻生活 是要敞开一场 在夫妻里面 不能有避秘 因为那避秘 就是骨中的小烂 避秘 就是魔鬼 你撒旦放进你生命的破口 破坏你的生命 使你的家 你的婚姻关系 被破损 兄姐妹 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 就准备跟他分享 及分享他的一切 这个叫真爱 所以 什么是真爱 真爱是很久忍耐 大家说 爱是很久忍耐 爱是显出恩词 爱是不嫉妒 爱是不嫉妒 感谢主 我们特别要会 altogether 你要人 higher 不要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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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会亂